我們到今天三點為止 總共18001個登記 剛剛過了1800 我看我們還有明天 還有後日的一些時間 可能有兩天時間 我想一定過2000 看看2000多 昨天晚上大約是7點 我們上載了假單2號 假單2號 假單2號提供72夥 平均節食價是15986 輕微比1號假單 貴了80元左右 我們在2號假單 有大約7個單位 加了2% 我們有7個單位 因為有很多經過代理登記 我們是一些準買家 他們要求有些 可能有些單位比較適合他們 我們覺得 重線如流 有5火 但他們的單位比較高層 和優質一點 其實 那2%加價 應該是反映的質素 那麼 如下的單位 即是72火 減少7的單位 即是65火 其實差不多是1號假單的水平 即是原價加推 好了 兩張假單合起來了 我們採討後 採討後 採討後 是138火 出來 我們定了在星期日 星期日的早上 10點至11點 報導 然後是11點零五分 開始抽籤 隨即彈樓 那138火 的brief 就是 即是赤十赤價 就是15888 15888 總共有 8億1477萬的貨物 例如 那個 估值的價值在這裏 這是照價單價 價單面價 814770 那 我們是138火 就是我們提供了5火的開放式 一房 我們提供了35火 兩房提供了71火 然後兩房 連衣帽間提供了3火 然後三房的單位 我提供了24火 差不多了 想問一下幾次接費 這是禮拜六 辦公時間 6晚上 8點鐘 即是我們辦公時間完就完 即是8點鐘 一房 一房 不是一房 一房 是35 是 可以嗎 提供的單位 O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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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房 是 com その 可 這是 esta B組在A段結束後,必須最少購買一個單位 但不多於兩個單位 在當時可以供應的情況下 星期日抽籤? 星期日抽籤 我們在早上10點至11點 11點05分抽籤 抽籤完結束後,隨即間留下 A組現在是怎樣? A組大約是三分 我猜是30%左右 你怎麼看全面設立後會有幫助? 我們昨天沒有特別說 其他房未賣樓是快了 我覺得現在下訂的客人 多數都是在宣布減納之前 一路談開的客人 暫時看都是溫和的去慢慢增加 所謂的去貨率 去貨單位 但赤價呢 我覺得都是 譬如二手有人反價 但最重要的是 能夠transact 都是一個很溫和的價錢 我覺得現在這個措施 我們觀察所得都是一個穩定的局面 但多看一個兩個星期 我想未來買樓的人 因為真的remove了Stamp之後 購買單位的成本是低了 會令到多些人會入市都不行 所以我定然維持它 今年是一個做糧的一年 我想樓價都是穩定的 看來勢都是穩定的 當然政府做了這個減壓措施 我覺得是非常適當的 它回應了社會各方面人士的看法 是一個很務實的一個做法 這個值得我們去清延 但是去remove辣椒而已 我們都覺得現在看到我們加價率 都差不多沒有加價 只是那個單位加了2% 很溫和 我想我們都是給多些機會 現在想買樓的人士 可以盡快上車 用一個低一點的價格 就像我剛才說 今年是打好量的一個年 樓價我覺得都是平穩的 應該未來的兩三季 樓價都是平穩的 明年可能會好些 但是我們未知 去到年終打好 我們再看看情況 好嗎? Thank you 好 我們都是照自然的部門去推樓的 尤其是很多樓都是受製的花火期 你想快都不行 因為花火太長 花火期太長 其實自然的意思就是 很多東西都適合了 譬如我們改職改好了 樓廠做好了 加上花火期是一個適合的一個 period 不是太長也不是太短 我們覺得才能買到這個本 其實這個本都是17個月 是fair 不會有幾個月 也不會太短 這樣才能考慮開到本 尾新你會不會是今後 三月買呢? 尾新你嗎? 我覺得有些記 有些記 有些記 尾新也是 成熟程度都是類似白玉街 尾新你應該是大約有 三月份買應該是15個月樓花 這裏就17個月樓花 尾新你當然 尾新你去大埔的一個傳統的地方 很多年沒有開過館 我想是積累了很大堆的買家 尤其是他們只是五分鐘路程到達泰和 火車站 對於租務市場就很厲害了 因為中文大學去租樓 其實很多都在大埔租樓 或者白石租樓 這裏五分鐘路程到泰和 然後去大學其實是非常方便 加上這個傳統的舊區 是很多起居飲食的設施 加持都是很保守的 所以我想很多投資者 會買來收租這個盤應該 OK 應該想問一下 作為財政預算案 之後的首個開售的全新款 是 會不會有壓力呢? 或者對銷程有沒有信心? 那你覺得我的樣子有沒有壓力呢? 當然沒有問題 都是這樣做的 不是 我們都是把所有的開售 包裝成一個項目 然後用一個適當的條件去賣樓 其實都是 爹如既往的行李都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都沒有壓力 你覺得有什麼壓力呢? 任何消程會不會有信心? 我們消程我們覺得很有信心 因為這個項目的產品很強 第二就是它的地位 非常好 我們在市區 很多次 很難得有這麼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 四面臨街 規模效應在這裏 各個會所都會有更多的工具 很受年輕人的歡迎 加上我們的設施也挺厲害 裡面有樓盤 有50米的泳池等等 還有文青的國人界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強的賣點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